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粗粮它富含有膳食纤维 它纤维它是有那种促进肠蠕动 利于消化 还利于通便 而且刮肠 利于减肥 好 王楠呢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 对 我也很好奇 我是替我母亲选择 我说实话 因为我母亲啊 你看啊 就是也跟你一样年龄大了 自大一天以后呢 天天在家做什么玉米饼 对 什么蒸窝头 全是这个 她觉得吃这个粗粮呢 又能控制血糖 还能减肥 我觉得作为一个在东北长大的孩子 从小吃那个大饼子 就听话说 说多吃点这个 这东西营养价值高 后来呢 又听说一个说法 说当你变秘的时候 吃粗粮真的能通便 因为它那个质感是特别粗的 当它行驶过肠子 就可以想象一个狼牙棒通肠子 刮肠子 关于粗粮这事吧 我深有体会 因为我爸爸如果下厨做菜的时候 首先一盆 青草餐 全都是绿色的蔬菜 生的那种 然后再来一盆 全是粗粮 什么 山芋啊 芋头啊 还有这个野菜窝头 野菜窝头玉米饼 就是这些 反正就是拉肠子的这一种 所以当时我真的是 有一些苦不堪言 好 那么针对这个传言 吃粗粮多多益善 请何老师给出科学的判断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都错了 为什么错让他们错得心服口服 大家认为这个吃粗粮多多益善 是觉得它里面还有丰富的三食纤维啊 你看你现在去吃龙家乐 就跟丁熙说的一样的 一盘一盘的各种菜 野菜窝头 野菜窝头啊 然后各种主食 都是粗粮杂粮都上来了 对啊 其实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这个粗粮呢 它实际上是包括颧骨类 杂粮 杂豆 鼠类 我们都各一块 就汉汉汉汉都叫粗粮了 实际上这个颧骨类啊 也是粗粮非常重要的一种 指的是这个植物啊 就是这个种子收割下来以后 没有经过特别仔细的碾膜啊 就粗粗的碾膜 还留下了 种皮留下了一部分 还有胚芽也留下来了 还有当然这个胚乳的成分也在里边啊 所以说呢 它的营养价值呢 跟这个金白的米面相比呢 有它的特点 首先散热纤维高 种皮里面的散热纤维 基本都保留下来了 还有配芽保留下来了呢 它维生素一的含量也会高 还有种皮保留下一部分 B组维生素就比较高 所以说你缺乏B组维生素 也就是缺乏维生素B1B2的时候 我们说你吃点粗粮杂粮吧 这个是对的 但是呢 什么东西吃多了 都会有它的缺陷 凡事不能太过 所以说吃粗粮呢 也不能多多益善 哪些人是不太适合 大量地吃粗粮的呢 比方说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 就是说你本来消化不好 本来一些微量营养素 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就容易缺乏 你吃很多的粗粮杂粮 会使你的微生素矿物质吸收不好 影响你的消化 那么还有一些 比方说有胃肠道疾病的人 比如有胃溃疡 有烧耀脂肠溃疡的人 你要他吃很多的红薯玉米 他受不了 他会觉得有烧心肝 有不舒服 他刺激你的胃酸 大量地分泌 这个也是不行的 那么还有一些 就是血糖异常的人 你吃很多的像红薯 鼠类来替代一些主食 你也是要注意的 不能吃太多 因为糖尿病人 跟正常的人也是一样 他要控制主食 因为他一天主食的量 绝对不能超过六两 就三百克以内 每一顿主食不能超过二两 所以说你吃大量的粗粮杂粮 是不好的 多得益散肯定是不行的 还有对于肥胖的人群 人家说 不是吃粗粮杂粮 有帮助于我减肥吗 很遗憾 如果说你是个肥胖 需要减重的人群 你想靠粗粮杂粮来减肥 这个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因为粗粮杂粮的能量 并不比金白的米面要低 甚至还高一些 那这个粗粮咱们就得科学地吃 而且不能够吃太多了 那每天我们应该如何搭配呢 这个量又是多少呢 何老师 中国营养学会 出了一个中国居民三十指南 就说每人每天吃主食 是两百五十克到四百克 就是半斤到八两 一般情况下 如果一天我们吃三百克主食的话 就是六两的话 我希望可能有三两是杂粮杂粗粮 这样是比较好的 也就是说你整天的要有粗粮 也要有细粮 你如果要吃粗粮的话 就是说一天的量 占到你总量的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就足够了 那么我们在吃这个杂粮杂粗 等等有很多种吃法 有的是杂粮杂粗跟米饭放在一起 跟面粉搁到一起 比方说玉米面放到这个面粉里面 做玉米面炸和面的馒头 然后把小米和大米煮成二米饭 把红薯放到放下面煮着蒸着吃 这样搭配来是用好的吹具 像电高药锅一些慢炖锅 进行一些炖煮 这样就比较好 所以不要失去它原本的这个特色 但是这个量我们还是需要科学的控制的 也不能够吃太多了 不是多多易散 好 关于主食的这些传言 我们再来看 还会有什么样的呢 五股杂粮粉营养更全面 好 请我们的嘉宾朋友举牌 二比二 为什么 你这单一品种肯定不好 多的就是好的 多的 它是各种的不同的养分 它是集取的 所以说它肯定是五股杂粮粉 也营养更全面 它是五股杂粮 每种穀物里边的不同种养分都集取了 就是独奏和交响乐的这个 对 就是这样 对不对 对 观观同意吗 同意 就是干吃五股杂粮可能对于肠胃来讲负担会很大 但是已经磨成粉了 配比好了 就这么服用五股杂粮粉的话 能够想到更全面 更快捷 更符合我们高效快捷做的生活 我觉得不如五股杂粮 就是原始的状态 营养更全面 就比如说 这个玉米 它有这个皮 它属于这种粗的膳食纤维 而且就小麦吧 比如说这种肤皮 都是对人体非常有用的 你把它变成粉 营养这个营养成分 就会被给破坏掉 或者是给浪费掉 就是吃苹果和喝苹果汁的区别 所以我认为五股杂粮粉 不一定比五股杂粮营养更全面 好 五股杂粮粉营养更全面吗 何老师 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这个难道不是多的就是好的吗 我的营养这么全面 我又把它打细成粉了 要多样化 营养要均衡 这个观点肯定是没错 但是所有的食物给它打成粉 然后直接这么吃进去 我们是不太赞成的 首先我们一粒完整的种子 它各种营养素都在里边 而且它里边有营养素 那么还有一些 梅都在各自各的位置上面 它们都不见面 这些梅和这些植物都不见面 当你打破的时候 它就见面了 然后你给它磨碎了以后 它就见光了 它就会发生反应 对 它会发生反应 你看这个东西你磨碎了以后 实际上它含有的一些B组维生素 它更容易被破坏 对不对 对 你暴露在空气中 还有这个颧骨类 尤其是一些五股杂粮 它含有的脂肪 比金白的米面要高 当你这个脂肪 见到阳光 见到空气 或者在受热的情况下 它会发生什么 脂质过氧化 你就闻起来有一股什么味 哈喽味 对 这就是脂肪酸腐败了 它特别容易变质 这是从质量上来说 还有一个呢 我们很多的时候 哪怕是给小朋友 我们愿意给他吃完整的食物 通过这个食物的咀嚼 可以锻炼他的这个上下的咬合肌 使他这个脸型发育得比较好 你为这个粉给他吃 就忽略了这个过程 实际上你在吃这些 粉质的物质的时候 你加上水一浸泡 你很快吃下去 因为它都打成糊糊了 都变成了粉了 它跟你的消化液 跟你的消化道的接触 是很广的 面积很大 有人做个实验 燕麦和红豆的 血糖生成指数 都是比较低的 尤其燕麦 它含有丰富的 β不聚糖 可溶性的散热纤维 它生血糖是比较慢的 但是你给它打成粉 打成那个非常细 那么吃下去以后 它的血糖生成指数 也是成倍的会增高 包括红小豆粉 也是这样的 打成粉以后 再经过一些加工 它可能可以生到 70以上 就变成了 血糖生成指数 高的食物了 所以你飞快地 就吸收了 所以尽管是五穀杂粮 本身它 生血糖是比较慢的 你给它打成粉了 以后它快速地 变成了葡萄糖 分解成葡萄糖吸收 所以血糖也比较容易高 所以不建议大家 把这个五穀杂粮打成粉来吃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 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考虑 这个东西它洗干净的吗 它给你控干的吗 所以这个原材料是什么样子的 有没有没变 有没有什么 你都不知道 是不是 明白 所以说尽管现在 不管是大城市 还是中小城市 大街小巷 街头巷围 超市里好多 卖五穀杂粮粉的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 吃完整的五穀杂粮 好 那么关于主食的传言 我们再来看 还有什么呢 糯米饭不好消化 多简单 来 请举盘 一直通过 对的 对的 像我们家小朋友 他们特别喜欢吃粽子 过端午节 我们家小朋友 恨不得三餐都吃 这个时候我就直接会喊听 因为就觉得糯米 糯米的这个东西 制品特别的黏 他们还特别爱吃那个青团 那个应该也是有糯米的成分 就是黏黏的 或者说像汤圆 所以像这种的 我们家一般就只出现在早餐 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 绝对不会让孩子们吃 就觉得不好消化 我还是以体感来说话 首先我是这个年食爱好者 就是年的东西 比如驴打滚 年豆包 油炸瓷巴 吃完了以后有两个感觉 第一个是饱腹感 持续时间特别长 这就证明它不好消化 第二就是排出去非常困难 这更能证明它 糯米饭不好消化 这个事大家达成了一致 是这样吗 何老师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叶独家冠名播出 糯米饭不好消化 这个事大家达成了一致 是这样吗 何老师 很遗憾你们都答错了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这个所有的粮食 尤其是各种类的水稻 它外面有种皮 然后呢还有胚芽 中间是胚乳 胚乳就是我们吃的 所有的这些米粒的主要的部分 胚乳里面含有大量的淀粉 淀粉可以提供给我们能量 但淀粉它有不同的类型的 主要是有两种 一种叫脂链淀粉 一种叫直链淀粉 一个直 直链淀粉它就是各种的葡萄糖 头 手尾连在一起 大家看见没有 一长条 那个是脂链淀粉 它出了一长条 另外它还有好多分叉 有的叉上面再分叉 就像个树叉子开了 好多好多叉子一样的 如果说这个食物里边 脂链淀粉比较高的话 它就弱性强 粘性大 你吃起来好吃 东北大米 还有我们南方的就是金米 它的直链淀粉的含量高 直链淀粉的含量是18% 那么鲜米呢 它的直链淀粉含量就会高一些 它有25% 所以它不好吃 松散一些 松散 那么糯米呢 它的直链淀粉可以达到90%以上 它只有0.98% 是直链淀粉 所以它非常的黏 好吃啊 我打小我就爱吃糯米 糯米做成的一切东西我都爱吃 糍粑 糍粑呀 各种各样的汤圆啊 我都爱吃啊 所以说呢 直链淀粉和直链淀粉的一个含量不同 决定了它的口感 所以很多研究粮食的专家就想 我能不能把这个稻米里边的直链淀粉提高一点 口感好啊 油性大呀 好吃啊 那么这样大家就明白了 为什么直链淀粉比直链淀粉消化还快呢 大家看那个红点点 这个红点呢 就是这个淀粉酶起作用的地方 因为我们吃进去的淀粉 淀粉是高分子的 它的分子量很大 人体是不能直接吸收的 它要在淀粉酶的作用下变成麦芽糖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你吃一口米饭 你嚼 嚼 嚼 放在嘴里 别的东西都不是 就嚼米饭的时候 你嚼越嚼什么 越甜 就是因为我们口腔里面有唾液淀粉酶 它把这个淀粉分解成麦芽糖 你觉得甜 那么麦芽糖呢 还要在麦芽糖酶的作用下分解成葡萄糖 我们的身体才能吸收利用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红点点越多 这个淀粉酶就作用得越快 它生成麦芽糖就越快 然后麦芽糖再变成葡萄糖就越快 何老师这什么意思 跟你说一下 你看这就是一个直炼淀粉 这直炼淀粉 这有一个头 两端 那么这两端呢 它就容易跟淀粉酶结合 进行一个消化 变成麦芽糖 麦芽糖 再变成葡萄糖 你看你这一个直炼淀粉 它有好多的 千头万须 千头万须 你随便砸哪个都可以 你看我只能砸这个 你看 不是砸了以后怎么样了 你快砸就消化完了 对 它就消化完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也砸了 然后我现在呢 我就慢慢地再去砸 你看 我要接着砸这个绿的 慢慢地就等它消化完以后 等它这个头出来 我才可以砸这个绿的 一 二 三 找你 你看你随便可以砸 就是我这个消化得比较优秀 对 我比你的路子多 是这个意思吗 我只能先砸这个 再砸这个 等它两头都出来了 我才能去砸这个绿的 你看我才能这样去砸 砸完了这个消化 你就是同时你可以很快地 速度 齐头并进 齐头并进 好多没同时在砸这个 帮助这个红色的 就一块就砸 就是还是我比较优秀 对 你比较优秀 我比较优秀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理解了吗 我理解了 刚才那个何老师那个 它是每次只能两个 一头一口吧 你消化两个 你这也不是 你这每次能同时 这几个头一块 五六个 这个道理我懂 然后呢 结论是什么 所以它消化得快 是这样吗 何老师 对 它变成麦芽糖 变成葡萄糖 速度要快 但是呢 我们在吃 直炼淀粉比较多的 食物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那么快的 速度去消化 但是你在吃 直炼淀粉比较多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的消化煤 非常高兴的 我就把你这里的 通通的都消化 让它变成麦芽糖 麦芽糖再变成葡萄糖 葡萄糖就进入了血液 所以说直炼淀粉 消化得更快 所以迷奇终于解开了 这个道理总算是弄明白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 不明白的地方 就是我吃热粽子 或者热年糕的时候 我没那么难受 但是我要吃凉粽子 和凉年糕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里 像一块大石头一样 根本就消化不了 为什么呢 实际上我跟你说一下 你如果吃冷的米饭 不是糯米做的 你难不难受 其实一样的道理 你也会难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淀粉啊 在温度下降的时候 它会生成抗性淀粉 不管是直炼淀粉 还是直炼淀粉 都可以变成抗性淀粉 那么抗性淀粉呢 人就不太好消化 生血糖也会变得比较慢 所以说适当地吃点 抗性淀粉呢 对身体是有益的 为什么有些东西 比方说 糯米饭你吃凉的 你根本吃不下去 粽子你觉得凉的也不好吃 但是有一些什么年糕啊 驴打滚啊 你觉得能吃下去 是因为它里边 添加了很多的别的成分 比方说有肉 比方说很多的糖 然后你吃的豆沙粽子 那个豆沙是用糖和油炒出来的 所以你觉得吃下去以后 很黏 很不好消化 是因为添加了太多的 含有高能量的别的物质 糖油混合物 没错 你总觉得太好了 是吧 这个糖油混合物 咱们在生活当中 一直在规避这个 这样的这种吃法 或者说这样的这种美食 哪怕它再好吃 咱们都要少吃 少吃一点 所以说呢 吃这个年性比较大的 这些食物的 你看有瓷巴呀 汤盐啊 麻团啊 肉粽青团 驴打滚 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 除了驴打滚 没有热的吃以外 别的东西 实际上都是热的是好吃 凉的都不好吃 尤其是油炸的 凉的以后又硬 又不好消化 是吧 所以说呢 要吃这个 含汁炼淀粉比较多的 糯米自作的 这样的 粘性大的食物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 第一个呢 就是尽量的 不加太多的油和糖 第二个呢 尽量的热着吃 明白了 那么关于主食的传言 还会有哪些呢 紫薯比红薯更有营养 好 大家的观点是什么 请举牌 好像这个男生队和女生队 总是不一致啊 你们是不是不逛超市啊 这跟超市有关系啊 当然了 紫薯你不到超市去买吗 你到超市你看 紫薯是红薯的两倍以上 你价格 姐姐 它价格高 肯定营养价值就高 你这好拿钱衡量 不是那么回事 我跟你说什么紫薯啊 什么红薯 什么白薯啊 这都是薯 还木薯 我跟你说这都是薯 这个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因为它都是跟进来的 紫薯比红薯更有营养 这个首先我们女生 肯定会非常会关心抗氧化 对吧 那么含有紫色食物的 往往都是抗氧化的王者 花青素嘛 花青素嘛 跟蓝莓嘛 对啊 蓝莓 包括黑龟岐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个道理是相同的 同样我非常同意田姐说的 你去超市里买买 你就知道了 这个紫薯这么一堵落 是那个红薯价格的两到三倍 对 我觉得因为它紫薯和红薯 那都是薯 然后在于我们那个老家东北 水黄瓜和汉黄瓜 有本质区别吗 没有 白茄子跟紫茄子 有本质区别吗 没有 那扁豆角和线豆角 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也没有 所以说紫薯和红薯都是薯 都差不多 我被你说服了 真的 你说的很有道理 对吧 没错 我家属男生对 我觉得他们这个没有什么营养的区别 黄老师您说对不对 我们到底谁对了 恭喜两位蓝士答对了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紫薯比红薯更有营养的 从营养素的含量上面来看 是错误的 紫薯呢其实是科学家们 利用一个杂交的方式培养出来的新品种 跟红薯比的它各有千秋 它为什么是紫色的 因为它有花青素的缘故 但是我们可以来看它一下营养素的含量 好 我们从三种主要的营养成分 蛋白质 脂肪和膳食纤维来看 蛋白质的含量 红薯是1.6克每一百克 紫薯是1.2克每一百克 红薯还略为四一筹 好 我们看脂肪 因为薯类里边的脂肪含量特别的低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比性 紫薯稍微高一点 这件脂肪呢就无所谓 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我们一天收入的脂肪 是有好几十克 除了有25克到30克植物油以外 我们从各种肉类各种食物里边 还会收入很多的脂肪 我们再来看三十纤维 红薯是3.0克每一百克 然后紫薯是2.5克还少点 其实这个也差得不大 所以综合两方面来看 它们的营养价值是差不太多的 你看紫薯里面有化青素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植物化学物质 抗氧化作用 但是红薯里面 尤其是红辛的红薯里面 它还有β胡萝卜素 它也是抗氧化的营养素 撤平了 对 它是各有千秋 所以说不能说紫薯比红薯更有营养 而且从性价比来说 红薯会更为亲民一点 它价格更便宜一点 更容易走入千家万富 北信家中 在我们南方其实很多 尤其适合老人和小朋友 切片放到米饭里面 这是一个粗细的搭配 其实是比较提倡的 不是光吃红薯也不是光吃米饭 这样搁到一块是比较好的 我现在已经恶不及待地想蒸这个饭了 这个蒸饭呢 加上这个红薯以后 饭的清甜当中会有一点这种甘甜的味道出来 是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红薯蒸饭 大家不妨去试一下 因为我们中国居民散事指南是号召大家 每人每天骨鼠类至少要吃三种 你看你这就两种了 是吧 你早上再来一碗燕麦粥 啃一块玉米 是吧 又是一种 这样的话就食物多样化 杂粮粗粮你都兼顾到了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还有一个我特别好奇的主食 叫做藜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藜麦是最好的穀物 大家怎么看 请举拍 你身后的这三位朋友 都觉得它是特别好的食物 你知道藜麦是什么吗 我知道 是什么 藜麦不是穀物 这是一种菜籽 我觉得你毫无说服力 真是 来 田姐 我对这个藜麦也不是很轻入 但是我看过一篇文章 宇航员登那个太空的时候 它的食物里边有藜麦 你想它是宇航员的粮食 宇宙食品 它能不好吗 它应该会很高 但是它不是穀物 它是很高 但是它不是穀物 但是它是最好的 厉害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 有一段时间也特别火 尤其是孕期的时候 很多孕妈妈 别说藜麦 还有什么亚麻籽 什么这种的 都是很多孕妇首选的一种 就是补充营养成分的一种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穀物 但是确实都在吃 那像沙拉也是 很多很多里面 都会有什么南瓜藜麦沙拉 或者什么什么藜麦沙拉 我个人很喜欢那个口感 因为它一般就是煮熟了之后 它会有那个小芽 咯吱咯吱的 对 就会有一点咯吱咯吱 咯吱咯吱的 就像那个男哥说的 它其实那个口感还是挺好的 尤其如果你要配上芝麻菜 然后一些生菜 就是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好像没吃 我就不管它是不是古巴 反正我觉得它挺好的 卖的也贵 对 我去一家轻食餐厅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道 叫什么玉米鲜酥梨麦饭 上面撒一层梨麦 确实比其他的那些菜 什么的要更贵一点 另外听一个说法是 梨麦是属于什么超级穀物 我忘了听谁说的了 前姐都说了是宇航员的食品 对 所以说我觉得毋庸置疑 它肯定是最好的穀物 对 好的 慢慢来 咱们先捋一捋 首先我想求证一下 王楠刚才说的梨麦 它不是一种穀物 这个说法准确吗 何老师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首先我想求证一下 王楠刚才说的梨麦 它不是一种穀物 这个说法准确吗 何老师 他说的是对的 因为梨麦它不属于 核本植物 它就是说不是我们 通常意义上的粮食 它的叶子可以做菜的 叶子可以做菜的 就是梨麦的叶子 我们先来判断 你看 梨麦是最好的穀物 所以这个说法从源头上来说 就是错误的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穀物啊 这题目都是错误的 对 因为我们老祖宗说 五穀为羊 五果为醋 是吧 五菜为葱 五醋为意 我们说的五穀里面 是不包括梨麦的 所以说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梨麦到底长什么样 这就是梨麦 你看梨麦有白色梨麦 红色梨麦和黑色梨麦 这个就是白色的梨麦 所以它就比较小 对 其实你看 有黄小米 白小米 黑小米 一样的道理 实际上我们在网上 其实我们有时候 也会去购买一些农产品 我们收到的都是这样的 三色的 对 三色的 混在一起 组合在一起 就是它有一些这个植物的色素 不太一样 可能有的黑色里面 可能也会含一点黑色素 或者是花青素之类的 那一样 这样子略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实际上吃这个梨麦的时候 单煮梨麦饭 其实不太好吃 就没什么味道 梨麦很有意思 它只有一个表皮 它没有腹皮 因为它煮完以后 有一个那个小芽 像黑芽一样的 它吃的时候 有一个咯滋咯滋的感觉 像我在家里 我是给它杂粮杂豆 煮粥的时候放一把 还有一个煮这个梨麦饭 和大米割一块 这样的话就很好吃 因为它长得有点像 河本植物的种子 所以很多人就拉它当主食 它的原产地在哪里 在南美洲的安地斯山脉 就是有点高原的地方 后来我们国家 就是青海 甘肃 就是那些海巴 稍微高一些的地方 就进行了引种 所以说我们在国内 也能买到很多的 国产的梨麦 说到这个什么宇航食品 因为很多的食品 我们的宇航员在天上飞 其实很多各种各样的食物 都会带上去 因为这个梨麦 它煮熟了以后 它的这个体积 其实没有那么大 它吸水性没有那么强 它本身的种子很小 它煮出来米粒也不大 好带 不占地儿 这个是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而且它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 像蛋白质 比方说散热纤维的含量 尤其是可溶性散热纤维 都比较高 所以就推崇它 作为一种比较好的 主食的替代物 我们只能说是 主食的替代物 因为它不是主食 但是它也并没有 网络上说得那么的神奇 我们通过一张表 来看一看 它与我们常见的这种 主食的这些对比 这个就是比较完整的 你看它跟燕麦 红豆 小米 还有就是普通的大米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能量来说 368千卡 然后379 你看差得太多吗 头太多 都还是比较接近的 它的含量比小米要高 但是它跟燕麦比差不多 它甚至跟红豆比 它还要低一点 然后脂肪 碳水化合物 都差不多吧 但是它会比小米和大米的 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一点 散热纤维 它实际上还比不了 还比较低 燕麦和红豆是吧 跟小米差不太多 它钙的含量 差得不是太多是吧 甚至红豆和燕麦 比它还高 还有这个铁 我就不想说了 因为植物里面 粮食也好 蔬菜里面的点 吸收率很低 还有新的含量 也没有优势 对吧 还有铁 铁元素 大概高一点 但是这个铁元素 我们在很多的绿叶菜里面 都能收集到 橡胶里面也有 对 还有B组维成素 我们可以看到 燕麦它的B1还比它高 维子比2它略微 胜过一点 实际上你说要用了替代 我觉得燕麦可能 比它还更好 因为燕麦里面的 很多的散热纤维 是可溶性的 β不聚糖 吸收更好 在体内有一种 就是充盈感 它能够吸水膨胀 使你这个饱腹感很强 所以说 如果要比较的话 你可以选燕麦 因为燕麦呢 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 主要是它便宜 比较经济 比较实惠 对对对 尤其是我们中国 很多地方都种燕麦 还有咱们三西 也有种一种油麦 叫裸燕麦 都是我们非常好的选择 当然如果说 你喜欢这个口感 你也喜欢吃梨麦这种味道 不妨来选择 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 进行一个选择 所以它虽然是一个网红 但是它也并没有那么的神奇 对 从营养价值上面来说 它的确没有那么神奇 那刚才李然说 这个很多孕妈妈 她们都会比较追踪这个梨麦 这个有必要吗 因为我觉得孕妈妈的钱 是最好挣的 因为为了孩子 什么都舍得 一听说这个网上有什么好的东西 她们都会下单去买去 实际上 孕妈妈如果有便秘 有一系列的这样的问题 吃不吃梨麦 其实问题不大 你也可以吃燕麦 可以吃红小豆 可以吃别的杂粮 来进行一个替代 但是说 我就是喜欢吃这一口 我就想吃 那也可以 但是你不要去 特别地去推崇什么的 这样就是普通的一个食物 平常心 平常心 对的 那么关于主食 还会有什么样的传言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屏幕 吃全麦面包可以减肥 好 请举牌 可以 不可以 这个队伍发生了变化 王达 可以减肥吗 不可以减肥 因为我吃过 我吃了它没减肥 你不能说你吃一次 它就减肥 不不 我这东西吧 我觉得它是有个量的 我不爱吃 就不好吃 拉嗓子 对 拿它当饭吃 同样的量它也瘦不下来 这东西不减肥 我吃全麦面包的体感是 我觉得它特别管饱 就即使我的胃是无底洞的话 我吃那么两片也感觉挺踏实的 就不想再吃其他的东西了 所以我觉得它能减肥 所以你还是爱吃全麦面包的是吗 爱吃 真的爱吃 这个全麦面包 其实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些很多 里面有很多添加的东西 你有没有注意 像我吃过什么裸麦的 然后后面会配上裸麦核桃葡萄干面包 你觉得把全麦都配上这么多了 它还能会特别减肥吗 而且达到现在 我已经摸到规律了 请认真读题 是全麦面包可以减肥吗 那么肯定就说明 首先你量得控制对吧 如果说你把它跟主食 再把配料表营养成分以拉 我绝对相信这个题是错的 就是在赛场上吧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可能是你想的太多了 究竟这个传言是否科学呢 王老师 这个传言正如李然说的 是错误的 李然你居然懵对了 不可以减肥 吃什么东西 只要你达到一定量都会有能量 都不能达到减肥的目的 如果真的要控制好体重 就是要少吃多运动 实际上全麦面包和普通面包 它的能量是差不多的 大家可以看大屏幕 我们先从能量来说 这个是100克的全麦面包 它的能量是1059千焦 占一天营养素的需要量的13%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吃100克 吃二两这样的全麦面包 你一天能量的13%就占住了 好我们再来看 普通的面包 它的能量是1136千焦 差不多 差不多 这个是占到营养素参考试的 14%你看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 好我们再来看蛋白质 略微高一点是吧 脂肪也会略微高一点 好我们再来看 碳水化合物它就会低 因为你脂肪和蛋白质高了 那碳水化合物就低一点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你要说通过吃全麦面包 替代这个普通面包 来达到减肥的效果 那是不可以的 因为它的能量差不太多 全麦面包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 因为如果它没有别的添加的话 用全麦做成 它含有肤皮 就散热纤维含量高 而且它的饱腹感 比白面包会要更好一些 而且它的一些别的营养素 比方说蛋白质 还有一些脂肪的含量 比白面包可能也会高 当然在是不添加油的情况下 就没有添加的情况下 两个来对比 但是它也有它的弱点 全麦面包也好 全谷类的这个糙米饭也好 它不好吃 真的不好吃 对 它拿嗓子 所以很多人在制作 皮尔麦面包的时候 会添加有坚果 还有果干 比方说核桃 白带木 还有葡萄干 什么蔓延煤干 黑煤干 很多很多 所以无形之中 它就增加了能量 它为了使你的口感更好 所以就要加糖 加油 这样全麦面包是有讲究的 不是什么样的面包 都可以叫做全麦面包 那什么样的面包 它就是真正的全麦面包 我可以举个案例 咱们看下一张图 就告诉大家 好 我们来先看第一张图 它叫全谷物吐司面包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料 全麦粉 水 食用油脂制品 白糖 果葡 糖浆 食品添加剂 我添加了好多啊 这都是食品添加剂 包括鲜姜母 它要发酵也是 是不是添太多了 特别特别多 但是你看它这里写着 全麦粉的添加量 大于52% 说明还是 就是说真正的全麦面包 它的全麦粉的添加量 一定要大于一半以上 就51%以上 所以它这个是符合标准的 它可以叫全麦面包 但是呢 添加剂太多了 你看它添加了很多东西 它也很甜 是吧 我们再来看 这一款全麦吐司 就上面这一款 上面这一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好像还行嘛 它写的是条理面包 它就是第一个是什么 小麦粉 第二个是全麦粉 如果说它超过了51% 它的量一定是排在第一的 对 不可能排在第二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款呢 它添加了一些复制放在里边 你看 但是它不能叫全麦面包 下面这一款 全麦粉的添加量 是大于多少 27% 也没有达标 你看 它第一款它还写的是 全麦粉 第二个是小麦粉 那就是糖 这个里面肯定糖的添加量 起素油的添加量 特别地高 特别地高 所以说你说 同样都是全麦面包 除了那种什么都不添加的 但是真的不好吃 真的很难吃 很难吃 你自己家里做 你也做不出来 你在做面包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添加剂 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所以与其说你去吃这个全麦面包 你也可以选择全麦面条 可以选择全麦的馒头 可以选择糙米饭 都可以 实际上你看到能量低不低 是 能减肥吗 减不了肥 所以一定要学会基本的技能 看这个食品标签 首先看配料表 然后呢 学会看营养成分表 就能帮到你选到合适的全麦的食物 何老师你讲太好了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何老师的精彩讲解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朋友 谢谢大家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收看健康之路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再见了 感谢观众朋友